说自己丑人,其实动手大家好,我是丑哥 因粉丝的要求 今天咱们来说说这部1999年香港票房冠军 由漫画改编的武侠编《中华英雄》 话说这是1913年6月的一天 苏州城内已经反击节地飘起了鹅毛大雪 而画府内,刚满18岁的画英雄 从母亲白苏联手里接过了家传之宝,赤剑 此剑近身红光流转,晶莹剃透 乃是一把不可多得的宝剑 画英雄从小随母亲练剑 他骨骼轻奇,悟性极高,是练武的奇才 今日他正式被剑术装尸,金奥受为入室弟子 而金奥门下还有一弟子名为鬼仆 但鬼仆入门之前曾被人断去双臂,毁了容貌 自此以后便以鬼脸面具遮面 脸就离身狠辣的辫子弓和腿弓 金奥决定从日本回来之后 便传授画英雄门派最高武学,中华奥爵 画英雄兴高采烈的网家感,但一变斗生 只见家中仆人倒地身亡 父亲也惨遭毒手,母亲身入树枪,气弱油丝 而这一切,结因他父亲发表文章 痛治洋人贩卖鸦片,毒害国人 而被洋人报复,招致的杀身之祸 眼见父母惨死,画英雄怒火中烧,提剑在手 寻到青炉见到仇人彼得,赤剑刀射而出 一剑封猴,彼得人头落地被丢进池塘 而这一幕,正被躲在门外的汉奸钱不易 看了个正着,画英雄根本不知 他父母的死也与钱不易有关 熟人仇人之后,画英雄依然悲痛欲绝 幸好有青梅竹马的恋人杰鱼和好兄弟生奴陪伴左右 当天夜里,画英雄与杰鱼互诉中场 顶下终身大事,便睡在了一起 一夜无话,全是动作戏,大家自信脑补 等到了第二天,画英雄便被全城通缉 为了保命,他只能乘船离开此地前往美国避难 等杰鱼和生奴赶到码头的时候 载着画英雄的船早已远去 而画英雄也根本想不到 昨晚一夜春宵之后 杰鱼便怀了他的骨肉 转眼间16年后 画英雄的儿子画健雄长大成人 跟随叔叔生奴坐了一个多月的船 终于来到了纽约 正是要寻找他父亲画英雄的下落 而16年前,生奴曾陪着杰鱼来过一次纽约寻找画英雄 但当年发生的一些事 以及杰鱼因喝而死 这些都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 单说生奴和画英雄二人一路寻到了唐人街中华楼 这中华楼可不简单 乃是在美国谋生的中国人心中的圣地 中华楼的人异常团结 互帮互助,名声在外 黑白两道的外国人轻易也不愿招惹 而16年前,生奴和杰鱼一起来找画英雄的时候 便是在此处落脚 今天正值中国新年的大年初一 中华楼外,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又有中华楼老板袁武亲自武师庆贺 热闹非凡 但就在此时,三K党又来闹事 他们要搜查中华楼 抓捕一个名叫罗汉的中国人 中华楼当然不能任由他们撒野 老板袁武也是炼家子出身 出手不留情 几招之间便将几人打翻在地 落荒而逃 而这群人要抓的罗汉还真就藏在中华楼 罗汉本是一出家的和尚 当年和画英雄同坐一条船来到美国 两人共患难成了生死之交 生奴带着剑雄来见罗汉 询问画英雄的下落 但罗汉却摇头叹息 他也不知画英雄身在何处 算起来,两人已16年没有相见 原来16年前 画英雄和罗汉同坐一条船来到美国 与数十名中国人一起被当作猪仔 卖到了一个名叫钢牛骨的矿场 做苦工 过着猪骨不如的生活 吃着剩饭馊食 画英雄当时还不知 矿场的监工头子钱不易 也是害死他父母的凶手 矿场的日子异常艰苦 两个月后 画英雄收到了结余寄来的家书 这才知道 结余怀了他的孩子 还要跟生怒一起来美国找他 这令他开心不已 日夜期盼 但钱不易这个卑鄙小人 利用矿工的名头 肆意刻苦攻减 引发劳工集体罢工 为了镇压抗议 他将带头的人吊死在棋杆上 想要杀一井百 所有劳工不敢妄动 只有画英雄一人站出来 为其收尸 此举彻底激怒钱不易 钱不易涉及杀了两名手下 却诬陷画英雄是凶手 洋人二话不说 便将画英雄埋在土里 只露一个脑袋在外 风吹日晒 三天三夜不吃不喝 严扯着画英雄命不久矣 罗汉黑衣蒙面 想要趁着异色将他救走 却在此时 大师兄鬼魄闪现出现 长鞭一甩 画英雄脱魂而出 扶在鬼魄背上 夺路而走 罗汉为他们挡住追兵 自此便与画英雄未曾再见 一个月后 生奴带着怀胎四个月的杰鱼 来到了美国 住进了中华楼 这一打听才知道 钢牛股的人正在四处通缉画英雄 杰鱼和生奴为了找他 随后的一个多月里 每天风雨无阻 拿着画像出门打听消息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在一个雨天里 与画英雄不期而遇 原来画英雄逃出钢牛股之后 便当起了人力车夫 每天在码头等船靠岸 希望能等到杰鱼和生奴 但还是与两人错过 直到这一天 才与他们重逢 接下来的几个月 是画英雄和杰鱼 过得最开心的日子 杰鱼怀的是双胞胎 画英雄每天寸步不离 细心照料 严处着临盆在即 大师兄鬼魄再次出现 说出了一个消息 师父金奥的同盟师弟 武持吴迪要挑战金奥 争夺门派绝学 中华奥爵的秘籍 吴迪已经派出金木水火图 五位弟子 四处打蛋金奥的消息 而这一日 无数人收到钱不易的消息 赶到了纽约 钱不易将画英雄 藏在中华楼的消息 重金卖给了他们 吴迪的大徒弟金太宝 计划从画英雄和鬼仆身上 得到金奥的消息 但他们谈话 都被躲在暗处的鬼仆 鬼仆华英雄 听得一惊二楚 眼见着五人来者不善 鬼仆华英雄 决定先下手为强 但第二天夜里 两人却扑了空 寻着踪迹 来到一处小巷内 却在此时 杀气陡陷 只见地面水珠浮动 悬空凝聚 向着二人灭门 击射而来 花英雄抬手一阵 水珠倒飞而回 便见金木水火图 五位忍者 身形闪动 落在他们不远处 金太宝木修罗 水鹤火四郎 土圆拳 无人分练 无形秘术 二话不说 展开身法 将花英雄鬼仆 团团围住 鬼仆身法灵动 花英雄泰然自若 宜然不惧 只见火四郎 陡然出手 将两人分开 花英雄一掌 针对土圆拳 便见土圆拳 融入墙内 消失不见 水鹤背后突袭 被一剑消掉 向上人头 竟也化作水珠 融入地下 鬼仆腿发灵力 独占火四郎 打得他毫无欢迎手之力 金太宝在后 如影随形 紧追不放 无名忍者 只剩下 沐修罗一人 还未退走 花英雄寻到破绽 斗手刺了他一剑 随后一掌 打落他的灭罩 抬头一看 竟是个风唇亮丽的姑娘 顿时心中一软 立刻抽出手绢 为他止血 随后一路 背着沐修罗 赶往诊所疗伤 索性那一剑 未伤及要害 沐修罗并无大碍 但经此一事 沐修罗却对 华英雄心生爱慕 自此情根深重 无法自拔 华英雄根本想不到 他一时心软 放过沐修罗 却为自己 埋下了祸根 这一天夜里 华英雄正跟监鱼吃饭 沐修罗却出现在 两人面前 将那块手绢 还给华英雄 一旁的监鱼 见他含情默默 情意绵绵 心中一酸 顿时没了胃口 与华英雄对视一眼 却没有询问 沐修罗走出中华楼 依然恋恋不舍 而这一幕 都被他大师兄金太宝 尽收眼底 金太宝对沐修罗的爱意 师兄弟无人不知 但沐修罗却对他 冷若冰霜 总是距他与千里之外 现在竟然喜欢上 华英雄 他无法接受 夜半三晶十分 华英雄敲开了 沐修罗的房门 沐修罗一见是华英雄 顿时心中一跳 脸颊飞红 没成想 华英雄二话不说 就动起了手脚 迫不及待 想用一亲方则 沐修罗感觉不对 一把推开 伸手一挥 却见华英雄的脸 变成了金太宝 原来是金太宝 一种假扮的华英雄 金太宝被识破身份 还想霸王一上宫 沐修罗不愿就范 拿起匕首 以死相逼 这才断了他的念想 但金太宝 却对华英雄恨意大发 第二天下午 鬼仆追查了钱不易的踪迹 拦住了他的去路 华英雄和鬼仆 逼问他刚扭鼓的情况 想要解救那里的中国劳工 等他们回到中华楼时 结瑜马上就要生了 华英雄等人在 没我交集的等待 却没人发现 金太宝已经在楼内 撒下了汽油 准备一把火 烧了中华楼 一盏茶的功夫 只见两声婴儿的啼哭响起 结瑜生下一对龙凤胎 华英雄心中大喜 但就在此时 楼下熊熊大火烧到了楼上 华英雄赶紧将一儿一女 交给生龙和产婆 抱下楼去 谁承想 钱不易半路出手 竟从产婆手中 抢下女婴 躲落而走 鬼无紧追而去 但此时楼内浓烟弥漫 一片混乱 一转眼的功夫 便不见了钱不易的身影 华英雄抱着虚弱的结瑜 往楼下赶 但等他闯出火海的时候 却发现 怀里的结瑜 已经没了动静 结瑜生下双胞胎 失血过多 最终气绝身亡 华英雄痛失爱妻 悲痛欲绝 而这一幕 全被角落里一个老人 看在眼里 此人名叫命煞 他对华英雄的一番话 彻底改变了华英雄 以后的人生 命煞算出 华英雄出生时 因煞之气极重 命犯天煞孤星 他这一生 注定无伴终老 一生孤独 凡是接近他的亲人朋友 或死于非命 或不得善终 若与儿女相聚 儿女必遭行客 此话已出 华英雄心如刀角 两天后 华英雄埋葬妻子监鱼 将儿子交给生奴 让他带回中国 扶养长大 随后与鬼谱赶往日本 正好赶上师父金奥 与无敌比武 两人为了争夺 门牌秘籍 中华奥爵 大打出手 兜手之间进气纵横 杀招进出 无敌被剑气锁伤 输了半招 还想再打 金奥却断然拒绝 嘲笑他心中还有牵挂 剑法不够纯粹 入不了他的眼 日后还想挑战 就跟他的徒弟 化英雄打 一听此言 无敌暗带杀意 含恨而走 但无敌刚走 金奥却面色大变 原来这一战 输的人应该是金奥 他拼命权力一战 深受内伤 之所以强装无视 就是不想让中华奥爵 落到无敌手中 金奥自知命不久矣 便将中华奥爵的剑谱 和毕生功力 全部传给了化英雄 金奥功力尽失 当即生死 师父这一死 化英雄对自己 天煞孤星的命格 深信不疑 为了不连累鬼谱师兄 便不辞而别 远走天涯 师兄弟二人自此一别 就是十六年 中华楼内 众人听完鬼谱这些话 心中感慨 原武答应剑雄 一定会找到化英雄 让他们父子团聚 但眼下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急需去做 钢牛骨这十几年来 残害了大量中国劳工 现在那里 还有数百名同胞被压迫 过着诸葛不如的生活 罗汉正是从里面逃出来的 中华楼等人定下计划 准备里应外合 救出所有劳工 元宵节这天 元武剑雄生奴等人 身穿戏服 借着演习的机会 混进钢牛骨 没成想 却在这里见到了 萧氏十六年的钱不易 就在洋人看戏 放松警戒的时候 元武等人突然出手 罗汉带着中华楼中人 闯进钢牛骨 杀得洋人措手不及 钱不易见识不妙还想跑 却被剑雄拦住了去路 逼问他妹妹的下落 谁知钱不易抖手一枪 打上了剑雄 危机关头 化英雄破空而来 打落他手中枪 钱不易一见化英雄 脸色大变 刚想掏近火 就被化英雄一张 打成了碎片 死无全尸 钢牛骨的劳工得救 但罗汉却被炸成了重伤 化英雄眼睁睁看着 好兄弟死在怀中 悲从中来 就在此时 有见数十个洋人 冲击钢牛骨 化英雄引入寒芒一闪 凝聚内力 寒露打出一掌 当天夜里 楼顶天台 剑雄含泪 想要与父亲相认 但化英雄其异常冷漠 一刻在他的心头 他不是不想认 而是不敢认 罗汉尸骨未寒 命杀的那些话 犹在耳畔 化英雄没有多言 留下一张 他与结余的照片 便同空而去 消失在夜侧里 转眼间一个月后 武痴无敌 竟也来到了纽约 要找化英雄 决一死战 唐人节中华楼外 无敌抬手打落牌匾 却被援武闪身接下 无敌要血洗中华楼 逼化英雄现身 援武刚一出手 就被无敌投手一个剑花 打翻在地 眼见无敌杀下剑雄 化英雄身形闪动 拦在面前 无敌心中大喜 两人约定 另寻无人之地 一决胜负 无敌先行一步 只见化英雄反手一掌 震碎实施 却见赤剑 先露剑身 化英雄拔剑腾空 直追无敌而去 自由女神向内 无敌化英雄大打出手 刀剑正名 闪转腾挪之间 破顶而出 化英雄十六年来 不见亲人和朋友 苦练师父传给他的中华傲诀 就是为了今日一战 两人一刀一剑 展开对攻 攻守转换之间 剑法凌厉 凶险异常 权力之下对了一掌 却是平分秋色 谁也未曾占到便宜 无敌十六年前 败于金奥手中 那一战 被他视作七尺大辱 为了练成绝星绝一剑 他自毁双目 杀掉七尔 断了心中牵挂 以战无不胜的信念 是要打败化英雄 数百招之后 两人继续内力 以气欲剑 对拼了一招 却见化英雄手中斥剑 硬生断裂 无敌手中宝刀 更胜一筹 但下一刻 无敌竞刺断宝刀 要由化英雄徒手再战 只见无敌内力迸发 以身为刀 刀气射人心步 斩向化英雄 所够之处 此有女神像 寸寸断裂 而胜负 就在这一招之间 无敌最终败于中华奥爵之下 此战过后 生龙和剑雄告别众人 离开中华楼 化英雄依然没有与儿子相认 但他的传奇故事 还在继续 这部电影 改编自马荣成的漫画 小时候觉得 郑一剑的形象实在太酷 真想学他副手而立 站在电线杆上 而电影里几出特效 做的也比较有心意 自由女神像的精彩对决 成了难忘的经典 虽然这些特效 在现在看来 比五毛特效贵不了几毛 但依然秒杀 大部分的国产电影特效 而剧情上的漏洞有些大 令我最诧异的是 化英雄的女儿 被钱不易暴去了哪里 导演没有交代 实在有点坑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更多经典武侠篇 咱们日后接着说